记者流利人台北报道,今天大年初二,北台湾有点冷,偶尔伴着丝丝细雨,但明天大年初三,后天大年初四,全台几乎都是晴朗天气,是个河家出游的好时机。 根据中央气象局预报,明天后天全台,包含外岛都是晴朗天气,明天白天温度,北部低温14度,中部低温15度,南部低温17度,但高温都可达到26度,27度相当舒适。 大年初二北部高温约19度,初三白天气温将以一口气回升8度,达到27度,适合找个景点走春踏青。 中央气象局预报员李孟宣说,初三,初四两天东北季风减弱,所以气温回升,但到了初五,封面通过加上东北季风增强,北台湾又要转为有雨的天气,白天气温也会下降。 空气品质方面,环保署预报,大年初三马祖,金门受境外污染物影响,未普通等级,西半部地区天气稳定,大气扩散条件普遍不佳,中部云加南及高平地区为橘色提醒,北部竹苗空顶区为普通等级,伊兰花东空顶区为良好等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